音樂 我這邊鄭重的主婦于 就是謝曉英不管怎麼樣 他必須要下台 吳館長堅持出一些基本的原則 我覺得好像相當的可心 我們之前好去跟文化劇要成 他們的態度就非常浪漫 比如說他們官僚的東西 反正我給你錢是老大 日前媒體報導指出 北美館吳光廷館長 因為不配合政府政策 可內即將遭到台北市政府解聘 台灣藝術界人士 對於文化行政官僚長期的不滿情緒 在北美館館長換腳風波中瞬間點燃 因此不得不讓社會大眾正式 台灣文化公共政策運作的必病 為了將觀眾帶入美術館 近年來美術館和國外策展公司合作 舉辦了許多吸引大眾注目的策展 如此做法確實帶起了展覽的票房 但倘若公立美術館 頻繁著重商業化的策展 並且明顯地偏重某些地區 或是藝術風格的展覽 不禁引發專業藝術界人士的反彈 台灣獨立策展人徐文瑞表示 藝術專業工作者 並非純粹關注個人職業生涯 也不是為了民粹主義思維 維護個人利益 他認為所有的問題 皆需讓大眾重新形式 台灣公共政策及美術館的使命與功能 長久以來 你可以講說從李永平當了文化局長 然後謝曉韻做北美館館長 然後謝曉韻又做文化局長 這整個事件一連串 也引發出來的種種問題 我們在不管藝術圈或者甚至於說一般文化圈 事實上都有很多的討論 尤其是像美術館這種機構 是一個多重目的性的機構 那這裡頭就包含了就是說 怎麼樣子的提升大眾的這個藝術教育 怎麼樣子有這個什麼典廠 提升這個本地美術這個什麼生產 藝術生產之上面的 就是說這些展覽跟研究 所以就是說一個官方的一個機構來講 不能夠是單方面的去詮釋說這些使命 怎麼樣子對誰有利 那至於說譬如說要提升這個美術館的 這個參觀的人次這些 沒有人會去反對對不對 只是說你怎麼做的問題 那你有沒有辦法在這個什麼 你的這個一個美術館的多種任務當中 就是說進行這一種平衡 美術館的功能不單只是辦展覽 而因肩負點藏研究展示詮釋藝術的角色 更是藝術教育重要的推手 然而美術館的每一個環節 從業人員都因具備專業職能 而台灣行政體系不夠尊重藝術文化專業 正是造成台灣藝術人士詬病的主要原因 根本不在乎你說什麼嘛 對不對 那現在為什麼他會完全不在乎我們說什麼 因為所有政府的結構文件會的結構性 比如說人員的任命就是裡面的工作人員 跟文件會主委的任命是誰 政府 所以他沒有任何文化人的票 或者文化人的意見的強制性嘛 也就是政府想任命誰 誰就去當了是吧 藝術圈基本上沒有人會反對說 美術館必須要扮演大眾的一般民眾的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的層次當然就很多種 這也是都是很專業的問題 這些都必須要透過美術館的層層的職責區分 去傳遞給一般大眾 對 就藝術專業圈來講 你可以跟他說 全世界重要的美術館 都是由藝術專業圈的人出來進行 比如說做館長的 是 美術館自己內部 事實上長期以來 這個美術館培養出了一個 相當一定程度的專業的一個策展團隊 那自從薛曉韻上台 他當美術館館長 以及到現在的文化局之後 基本上就是很多的這個什麼 很專業的一些策展 都被轉移到別的單位去 不管你是要提升樂種也好 然後或者是說你這個什麼 做展覽的時候 我這些基本的原則 你要守住 對不對 就像吳光廷館長也說過 就是說你需要照顧自己本身 美術館的主體性 尤其是你是一個公家的美術館 對不對 你產生出來的論述 你怎麼樣子說 你這個論述是一個 由內部生產出來 有觀點的論述 這些都必須要照顧的 而不是說好 你有一個公關公司 有一個車展公司 願意來投資 那你就可以說把它做 就可以拿出去 對 那你不能夠說 有人 那以後乾脆就是 就把這個什麼 北美館當作是 這個什麼 世貿中心的展覽館算 過去台灣藝術創作者 始終受到社會默示 在藝術家湯黃禎等人催生之下 老委會於今年2月正式通過 藝術創作者成為第505個職業項目 同時成立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 讓眼光過去 藝術創作者爭取工作權 爭取補助 一件件卻必須用集會抗爭的方式 提醒政府正視台灣 藝術創作者的生存議題 這樣是不是也壓縮到 台灣創作者的一個生存空間 這是那是一定的 一個地方的文化生產力 它的專業的文化生產力 就是跟這些專業的工作者 的生產力有關係 你的一個地方的專業藝術的創作 跟國家的軟實力 跟國家的未來的文化建構 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就是說一個民主社會 你可以講說發表不同意見 有好幾個管道 但是如果說今天呢 藝術專業者 那必須要靠著手上接頭 靠著進行在媒體裡面 進行這個什麼 記者會這種方式的話 那這個是代表了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一個民主社會 一個很不健康的一個發展方式 很多的這個大的美術館 面臨了一些營運的壓力 會迷信比較大型的 所謂的套裝式的展覽 在這樣子一個不斷的被扣關之下呢 我們開始擔心就是 這種比較邊緣的 實驗的 比較激進的 或是具有一些開創性的 在地的美學論述 慢慢的也被邊緣化 我們之前跑去跟文化局藥草店 就說那沒有人 他們的態度比較 我們就非常浪漫 結果他們就說你們是誰 你們怎麼樣 那我們給你們 你們去看吧 那其實沒有一塊是 服務過我們區啊 那我覺得說他們官僚 那他們現在就 反正我給你 我給你錢我就是老大 我給你空間我就是老大 那你要不要隨便我幹嘛 我就說我們就是 你能怎麼辦 那我們只能推得投機說 那我們來尋求民間的知識 在美術館特展現象下 壓縮台灣藝術創作者 生成空間 也蒙蔽了美術館 藝術教育的使命 民眾在走進美術館的同時 是接觸認識藝術的開始 在媒體的渲染之下 特展儼然成為民眾 藝術知識的來源 在看過墨內 高庚 泛谷展覽之後 台灣民眾究竟了解 多少台灣在地文化 是台灣人對於展覽的認識 變成是受到美術館的主導了 本來就是這樣子啦 為什麼我們會有教育部 會有學校 會有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工器 這些工器呢 你利用這些教育的機制 提供出來什麼樣子的內容 生產出什麼樣的內容 給觀眾 給我們的民眾 它自然一定會影響到 我們民眾對這些東西的認識 民眾不會自己去說 OK 那我自己上藝術學院 自己去念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藝術教育 美術館的藝術教育機能就是 推廣機能就是必須要 把這些多元的 民主社會裡頭多元的這種文化 把它凸顯出來 跟媒體合作本身呢 事實上是有助於 就是整個的推廣 行銷 純粹從這個角度來講 是沒有錯的 回來想 真正的問題出在哪些關節上面 美術館呢 開始把所謂的 能夠藉由媒體 很輕易的 就能夠形成渲染效果的 這種展覽拿來做為第一位 第一順位的展覽 在一個美術館裡頭 當然你一個年度當中 有幾檔這種展覽呢 能夠來 就是說 提升一個美術館的一個親和力 這些都是好事 但是你不能夠天天都在這種事情 那你這樣的話 你會影響到就是說 這個什麼 其他展覽的可能性 媒體它在挑選這些 各式各樣展覽的合作機會的時候 應該會是說 美術館呢 能夠把幾個不同的類型的展覽 能夠配套起來 跟媒體一起去談 媒體本身也應該要 就是肩負起一個 就是說 大眾的什麼 藝術教育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我們如果去回顧說 我們在80年代90年代 看到這些美術館剛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另類空間剛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的媒體還願意說 OK好 台灣終於有這些 當代藝術有現代藝術 即使是很冷門的東西 願意說OK好 把它拿出來做報導 現在的媒體更加不願意做這些事情 媒體它要重新回來去思考 說它在這個文化的建構過程當中的一個角色 社會上有很多的這個什麼 就是弱勢族群 很多就是說 邊緣化的聲音 這些邊緣化的聲音 都還是需要透過這些公共的媒體 來進行傳達 藉由文化政策 藝術創作者及美術館的多方思考 讓網路媒體的力量 傳遞十年來邊緣的聲音 美術館除了透過各式展覽及活動 拉近觀眾的距離之外 民眾更期待如何透過美術館了解台灣藝術 認識台灣文化 讓台灣人以台灣文化為榮 後面用電視 再拍照 均勒